行动党全带关系嫌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而这次被指控的事件是发生在槟城 晚上好我是Vimin 首先来看 经理部长杨巧双丈夫的公司 获得雪州政府颁发巴生和流域 电照客户车系统试点项目的风波 反他会确定将会开档调查 而当事人杨巧双在多次被循集都拒绝回应之后 今天终于正面回应 他在社媒发文对反弹会的调查表示欢迎 希望当局能够揭晓真相为自己平反 杨巧双也强调 他是基于调查在进行当中 所以为了不干预调查 之前才没有对此发表任何的言论 然而有关风波尚未了结 行动党又再度卷入另外一起裙带纠纷中 由宾州前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成立的民权共识党 总秘书沙迪斯就要求宾州首长曹官有解释 为何现任宾州第二副首长加日新的岳父 会受委任成为宾州上诉局的主席 槟城立法议会是在5月30号通过动议 任命六名上诉局董事成员 其中加日新岳父就是担任上诉局主席 而去年脱离行动党之后 以独立人士身份上阵北赖州议席的大卫马赛尔 也上传了视频 大力抨击行动党已经不同往日 并且扬言会陆续爆出更多的丑闻 土团党在两周前向自家国州议员 发出了效忠党的信函 并且要求他们在14天内 也就是5月31号前回函 如今期限已过 究竟有多少人签署了呢 今天下午土团党总裁慕尤丁就发文告证实 收到了25名国会议员 以及58名州议员的回函 根据土团党拥有的席位换算 也就是说有6名国会议员和2名州议员没有回函 另外慕尤丁也没有说明7位便捷的国州议员是否有回函 尽管距离第16届全国大选还有至少三年的时间 但是国阵和西门会否继续合作的课题啊 我认为他在影响上日本最终的决定 我认为它专门做比赛的 第一次去做打结石 因为我们看到的 我们去做一些 也是高等教育部长的赞比例表示 国阵也会参考过去一系列补选的战略框架 作为应对下届全国大选的指南 至于国阵成员党存在意见分歧 尤其是马华对于和西蒙合作所表现出的态度 赞比例不否认在民主对话当中会出现意见相左的情况 但是他强调 这个课题已经在国阵内部的对话当中解决了 人工智能AI越来越普及 在大马多个领域上也一直提及AI技术 不过今天首相安华在一场论坛上就提醒说 大马的人工智能领域不能够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 而是必须纳入伊斯兰传统知识和价值观 以打造一个知识库 确保伊斯兰国家所应用的人工智能 不偏离伊斯兰礼仪和道德 首相也举例说 鲁金的社交媒体只发布一至三分钟的知识 而在伊斯兰当中寻求知识的传统 必须是通过阅读研究和鉴赏 接下来有三则热点新闻 柔佛新山苏丹伊斯干达大道14点3公里处 今天早上8点11分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三名月滴逐供车到新加坡上班的途中 疑似雨后路滑导致车辆失控撞向路间 再坠入三公尺的深沟 车内一对姐弟和供车的女性友人因此丧命 消诊局在接火投报后出动12名消诊员 一辆救护车和消防车赶到现场 把三人的遗体从车内移出 根据了解 这对姐弟来自永平 为了方便每日通勤而住在新山 弟弟在新加坡从事酒楼餐饮业 姐姐则是一名美容师 另一名女死者则是理发师 柔佛居鸾县加亨甘榜斯里迪木的一处菜园 今天出现三头母象和一头小象的尸体 四头野象怀疑是在昨天晚上或今天早上 遭人下毒惨死 目前当局将对野象进行解剖 已找出真正的死因 估计报告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才能出炉 巴罗州议员李廷汉到场观察后 也在脸书呼吁民众不要对野生动物洞施行 若遇到和大象有关的人兽冲突 应该向野生动物保护局和警方投报 以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冰岛日落洞疙瘩吉安发生一起残害动物事件 一名乌役女送餐员昨天早上8点30分左右 目击一名男子将一个麻袋丢入沟渠 由于袋子里看似有物体在蠕动 于是女送餐员便上前把袋子捡起 才发现里头装有一只小猫 并且已经施救死亡 她在埋葬小猫后便向警方报案 冰岛东北警区主任拉兹兰表示 警方将援引2015年动物福利法令展开调查 施虐者一旦罪成将面对不少于25000令吉 或最高10万令吉的罚款 或监禁最高三年 或两者兼施 今天的百革大事迹到此 感谢收看 也记得订阅追踪百革 并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 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